天氣的部分要來關心 在今天是受到了東北季風增強的影響 因封面北部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很明顯是轉為失良 不過最冷的時候還沒到喔 現在預估是在明天還有禮拜六 溫度降到最低 北臺灣平地下探十三度 百貨門還沒開就已經有大批民眾等待 中年輕最後壓軸 臺北車站站前百貨鎖定暖商機 羽龍東北原價一萬六千八百元 首日限定價四千有找 下沙一點八折起 恰巧天氣轉良帶動民眾買氣 路上民眾穿起羽龍衣 面對冷風不時吹來 趕緊把拉鍊拉到最高 或是戴起帽子防風 受到東北季風增強 北臺灣三十號相比前一天 明顯感受到寒意落差 甚至溫度降最低下探十三度 三十號開始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東半部地區到二號都是十兩天氣 當中一號晚間到二號清晨 預估是冷空氣最強的時候 北臺灣平地最低氣溫 約可降到十三度 那天東北季風稍減弱 但禮拜二又有封面通過北臺灣 加上東北季風再度南下 溫度又降一波 由於這波東北季風水氣偏多 週日以前北部東半部都是濕涼 微冷天氣 反觀下週二 儘管東北季風再增強 但空氣偏乾冷 各地降雨也會趨緩 體感溫度相對不如這波 提醒民眾早晚溫差大 多加進東一外套避免著涼 記者黃教委 周雲 江城駿 林俊廷SNG 曾經報導 巴黎梅